選得香港小姐,也有回到家底 好像2017年參選港姐的胡美儀 四年前獲她爸爸打半一百萬給她做生意 認真厲害了 她就有試玩賣珍珠奶茶,買股票和房地產等等 錢滾錢之下資金大增 早前她就和朋友夾粉七百多萬 在馬來西亞買了30畝榴槤地種貓山王 而她之前就在沾沙咀開店賣榴槤 她現在更決定逆市投資,在元朗和澳門開分店 早拍就見她一個人在元朗店視察裝修進度 見她穿著吊帶背心襯短裙鬚美腿 還周不時和赤膊的師傅密密聊天 Nicole當初已一百萬起家,現在已經有田有鋪 她就說很感激在美國住的家人的支持 給一百萬她搞投資 現在叫做有些成績,家人當然替她開心 講到逆市投資真是勇氣可家 她就說只要捱過這段時間之後就會好 感祝你生意興隆 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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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見